还是99%我认为不会出双卡双代的双卡双代也是这么一个存在 就是他在这儿是不知道是个什么东西 不了解世界上还有这么一种东西 英文怎么说我都不知道怎么说 2CM卡的2Standby 还是DoubleCard DoubleStandby 还是怎么样我不知道 加拿大的本地人没有双卡的需求 但是加拿大的像我们这些比较顽固的华人 部分比较顽固的华人可能真的有双卡的需求 如果一定要出现的就是 行货定制 行货定制 比如说行货iPhoneX有双卡双代 那一闪一闪网友问 会有实体双卡吗 老师们问一下张淼吧 你觉得呢 有可能吧 因为既然之前传了那么多 但是双是不是双卡不好说 但是双卡双代这个事情确实有这个叫什么说有硬需求 在国内有很多人有这种需求 那苹果会考虑中国人民的感情的这个事情 那我的观点我的观点是不会啊 我的观点是不会因为双卡双代 我说一个别的技术在这个国外的情况吧 就是所谓的VCD VCD这个东西在国外是没有存在过的 但是在中国大概占据了3到5年的一个历史啊 国外是就是中国以外的部分资本主义国家 就是VCD是不存在的 他们的影像的知识应该是从VHS 就是Video Home System System还是什么的 Custom 对 磁带的 VHS是家庭录影带 很多朋友可能知道是个什么东西 一本书这么大的一个录像带 这个东西在国在我知道的啊 对就这个东西 类似一个大版本的磁带 这个东西在就长这个样子 就长这个样子 对对对对 这个东西啊 Machin College的教程啊 对这个东西在加拿大现在比较比较偏远的 因为我有时候去road trip 开四五个小时的话 比较偏远的小镇的录像店 比如说video store 就是看片子的这种店 租一些带子 租一些影像资料 还在租这个东西 还在租这个东西 是吧 就是Netflix的前身就干这个事 它还存在于市场上 当然已经基本上快崛起了 它的下一个影像的格式呢 是DVD 是DVD 然后直接跳过了VCD 然后才是我们现在的Blu-ray 就蓝光 所以他们不是说直接跳过 是在这个他们的timeline里面 不存在VCD这个格式 VCD这个格式 不存在VCD 对是在我们当年存在 哇火的大江南北960万平方公里 哪都有VCD 而且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 VCD跟DVD中间还出了一个格式 叫SVCD SVCD SuperVCD 这个东西 因为SVCD 然后步步高啊等等 又出了一系列的SVCD的Player 就是播放器 所以这里边我就想说什么 双卡双待也是这么一个存在 就是它在这儿是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不了解世界上还有这么一种东西 但是实际上安卓手机有很多都是上哪上边 你说在你说在这边的发售的安卓手机 我不知道国外是不是 在国内安卓手机有很多都是上哪 这边双卡双待这个东西怎么说 我都不太懂 英文怎么说我都不知道怎么说 2SAM card 2Standby 还是Double card 2Standby 还是怎么样我不知道啊 给我的感觉啊 就像双卡双待像是一个VCD的存在 就是在中国大江南北14亿人 无人不知 在中国以外的一些国家 等于基本不知道 就不存在 所以我的观点就是双卡这个东西不会出现 如果一定要出现的就是行货定制 行货定制 比如说行货iPhoneX有双卡双待 那咱就假想这么一个情况 如果行货iPhoneX出现 iPhoneX出现双卡双待的话就有意思了 因为这边的刚刚这个网友就问 Enosh王就问 他说加拿大有双卡的需求吗 加拿大的本地人没有双卡的需求 但是加拿大的像我们这些比较顽固的华人 部分比较顽固的华人 可能真的有双卡的需求 比如说我一直在用一个中国移动的卡 基本不用 就是为了充购费 偶尔收短信有 收短信 如果你多一个卡槽 我当然是可以放到我的iPhone里面了 短信可以收或者怎么样 所以我是觉得说还是99%我认为不会出双卡双待 这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很有意思的话题 我觉得即便出双待也不可能出双卡 因为苹果那手机里面寸土寸金 它想方设法都要把容量尺寸的卡变小 然后你再给它整个双卡 直接把人的几十年的功力就废掉了 所以如果有包括之前传的eSIM的这种技术 电子的这种SIM卡的技术的话 那倒是有可能直接把它 你八代都可以 只要我这厂家都支持 我直接把它写到里面去 三网合一都没问题 这是看 当然这个是苹果和通信运营商之间的一个勾兑 和他们的这些一个角力的事情 所以这个也不用我们操心 你出什么买什么 你不出我就不买 反正我就用我的信袋就完了 所以我感 African travel емся ņ明印尽 我们也不讲过 равствуйте 这些情况 我很基地 但是跟他知道 念一来 我们想我 给给丽吧 但是 tents 唉 際